好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孙培元出场了 孙培元是今天这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在上一届的人川亚运会上 当时我们中国代表团没有在男子长拳这个项目上派人参赛 当时孙培元是拿到了刀数棍数的冠军 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亚运会当中参加长拳的比赛 来看一下孙培元 今天孙培元的这套动作在整个编排当中有三个难度线接点 第一组难度主要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旋子转体360度 加旋风角720度以及这个连接跌数差 漂亮 有一个晃动 稍微有点瑕疵 这是我刚才提到的 他今天这套动作的第一套难度线接点 并不亮掌 看下一套 一个平衡动作 非常的好 他的第二套难度线接点是接下来的一个腾空飞脚加侧空翻 他的第二套难度线接点是接下来的一个腾空飞脚加侧空翻 我并不立长完成了整套动作 这套动作的顺序有所调整 画面当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 国务院副总理顺春兰 他也是为孙培元刚才的表现鼓掌 我们来看一下孙培元这套动作的得分 孙培元是出生于1989年的8月27号 出生在山东的四国 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动作有点晃动 9.75分 目前是排在第一位